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的话语 上帝是永远的 这意味着上帝的旨意也是永远的 上帝既是永远的 他的旨意也是永远的 他把人造成有灵的活人 这意思说人也是永远的存在 上帝是永远的存在 人是永远的存在 上帝的计划和旨意也是永远的 上帝呢设定好自己的旨意 也就是说设定好自己的计划 并且照着自己所设定的一步一步的去进行 一说到上帝的旨意啊 是指对于我们人来说的 我们说上帝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说上帝的计划 我们就说那是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 对于上帝自己本身来说呢 他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计划 有自己的规划 人在这世上也有人的自己的规划 目标理想 人规划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以什么为中心呢 以自己为中心 对不对 我要规划我的人生 甚至我规划我的儿子的人生 后代是不是 是不是都与自己和儿子 这个之间有关系啊 上帝其实也是一样的 既说是上帝的旨意 那这旨意跟谁有关系啊 跟自己和儿子之间有关系 上帝设定的一切的旨意 说白了都是为了啥呀 都是为了谁呀 都是为了自己 又说为他儿子 为什么要说为他儿子呢 我们也都有儿子是吧 儿子是代表你的后代的延续 是不是 和你原来是融为一体的 后来从你的身体里头出来了 成为了儿子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儿子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我是 他中有我 我中有他 就好像这样一样 上帝也是一样的 上帝说上帝为自己展开了计划 他的计划里面包含着 对谁的计划呢 对上帝儿子的计划 原来儿子跟父在一起 后来上帝儿子从父的怀里出来 显明在这世上了 我们才看见了上帝独生子的荣光 这就是上帝的本体 有人说我要认识上帝 怎么认识啊 看见耶稣 就是看见上帝了 耶稣说 你们看见我 为什么还要将说 让我把父显给你们看呢 父与我原为一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大家有点理解不了 父怎么会在你里面呢 你怎么会在父里面呢 什么在耶稣里面呢 父的旨意在耶稣里面 附带着上帝的旨意来到世上 他把上帝的计划 旨意显明给我们看了 上次主日礼拜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上帝的爱 是吧 上帝所有的一切 为了都为了谁呢 为了上帝的儿子计划的 可以说上帝的旨意 包含着跟自己 跟上帝的儿子之间的关系 有关系 是吧 他们俩之间的爱 连接有关系 上帝想把天国赐给自己的儿子 因此为上帝造了天国 那个被称作爱子的国 上帝想让儿子 倒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 来继承天国 那么上帝就造了人 是不是 造了人生活的环境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 满世界 全世界 这些万物 好像都是为谁造的呀 为人造的 为我们造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一切 包括人在内 都是为谁而有的 为上帝而有的 为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旨意而有的 所以我们都在上帝的计划 和旨意之中 所以上帝的旨意是永远的 上帝的旨意永远的 上帝的话语也永远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上帝一定 一旦定下这个旨意 上帝就不会让他 突然间的就中断了 上帝定好的计划 一定使之成就 这世上有一种 这叫预定论者 大家可能听过这样的 预定论者们说 这个看圣经时候 他们说 连一片树叶子 掉在地上 这也有上帝的旨意 我的生活中 哪一点哪一地 都有上帝的旨意 实际上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 上帝的旨意 不是这样单个的 直接的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而是跟谁的关系 跟上帝儿子之间的关系 只是因为我们 接受了儿子的功劳 与儿子联合 听耶稣的话 听他儿子的话 受他儿子的带领 所以上帝所有的好处 所有的爱 才不离开我们 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的话 也就是不接受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计划 那么我们也是跟上帝 无关无分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立场 不要想到 好多的这个预定论者 他们说 有的我们信耶稣啊 上帝早已经定好了 谁上天堂 谁下地狱 有的人呢 就根本就上不了天堂 因为他就是注定要下地狱的 没有注定 如果要是注定的话 就不用我们传福音了 是他自己选择 我们传福音了以后 如果他不接受 他是自己选择 有天国 他不信 他自己去选择 有耶稣的功劳 可以赦你的罪 他不信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是上帝定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预定论 对于上帝的旨意来说 是一种亵渎 可以说 可以说是对上帝的旨意的 一种干扰 如果人一旦认定了 上帝早就定好了 谁上天堂 谁下地狱 那我们就不用传福音了 是不是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不想信 我们也不用死气白咧的去帮助他 去教导他 去引导他 就不用这样了 但是上帝交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 上帝交给我们的命令是你们去传福音到普天下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让他们都能够享受 我在我跟你一起的 我给你的那样的爱 让他们也得到 是吧 这样的去做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相信 不要承认 圣经不是预定的 也不是拣选的 有人说上帝拣选了我 救恩不是拣选的 职分是拣选的 也许上帝会拣选你 成为牧师 上帝会拣选你成为执事 是吧 上帝会拣选你成为牧羊师 指导者 但是上作为救恩来讲 没有拣选 是上帝把这个恩典给全人类的 全世界的人的 一个都不辣 只不过人 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 这个耶稣的爱呢 什么样的人能进入到上帝旨意之中呢 是接受耶稣功劳的 受耶稣带领的 受着话引领的人 就能够承受天国 承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误解 通过圣经 其实我们看到了 这个上帝的旨意 有成就的部分 也有没成就的部分 我们那次说到了 上帝的旨意 就是让儿子来到世上 经过死 复活 除掉魔鬼 承受天国 在这之中呢 把救恩 作为恩典礼物 赐给人 是不是 这个事情 他完成没有啊 他的旨意完成没有啊 完成了 当人类犯罪的时候 上帝就跟在伊甸园里 对魔鬼宣判了 说女人的后裔 要打破你的头 是吧 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 这话语成就没成就 经过几千年的时间 上帝一直在寻找 有信心的人 迎接耶稣的人 上帝的儿子要来到世上的时候 需要有信心的人来迎接他 听这话语 爱这话语 接受这话语的人来迎接他 是不是一代一代的找 虽然好多的人 在上帝面前 像挪亚时代的人 他们那么多的人 上帝没有顾惜他们 都让他们灭亡了 是因为他们跟上帝的旨意 无关 他们不愿意进入到 上帝的旨意里面 他们不愿意迎接耶稣 这个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 他们不爱慕自己的生命 不爱惜生命 所以这样的人呢 上帝没顾惜他们 他们就灭亡了 当时那个时代的人 我们不要想到挪亚时代的 那里边的人 他们都好像像 那种 这个原始人一样 那样的生活 其实当时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 他们那个时代有 上古英 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是吧 他们有很大很大才能的人 是吧 当时他们也有 他们的文明文化 那个时代也很富足的 是不是 我们看到过什么 我们学过历史的时候 什么我们的古文明古国里边 他们是不是有他们的文明 什么造纸啦 是吧 那样的技术啦 是不是 都有他们的文明 那个时代的人 不要觉得他们好像傻乎乎的 像原始人一样的 就像我们学那个历史似的 好像跟原人似的 不是那样的 而还是跟我们一样的 跟我们是一样的 只不过科技 好像没像我们今天 发达到这么 这样这种地步 是不是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 也是头脑聪明 会做很多的这个 这个工具呀 会有很多的这个 是吧 你看他们造那会幕的时候 巧匠编织的 是不是 他们多多么厉害呀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也是 但是上帝没有顾惜他们 为什么呀 上帝人有人以为 上帝爱世人 上帝一个灵魂 也不爱失落 耶稣是这样说的 上帝不愿意失落 是上帝的心情 但是人若不接受上帝的旨意 那上帝呢 还是认凭那人失落 这就是上帝的旗意 我们一定要认识 上帝正确的认识 两面性的认识 不能好像 没有翻锅的饼一样 就唠一面 上帝只爱我 上帝只爱我不能这样的认识 是吧 要知道上帝爱我们 是有什么条件 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联合 这样的条件 所以通过圣经 上帝的旨意 对我们来说 耶稣对我们来说 是最好最好的礼物 因此呢 他忍耐了几千年 非得让耶稣来到世上不可 对不对 非得让耶稣降临到世上不可 所以呢 他就忍耐呀 等候啊 毁灭一批人 找到信心的人 然后地上的人又生养中都 又毁灭一批人 然后又又寻找 总是分离 分离 分别 分别 分别什么呢 分别更圣洁的人 更有信心的人 更关心上帝旨意的人 跟上帝有关系的人 上帝一直在这样的分别 是吧 在分别之中 最后找到了 以色列的 这个亚伯拉罕的 从亚伯拉罕的后裔 然后大魏的那个支派 走王的那个支派里面 出来了谁呀 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了 迎接了 就像这样 上帝一旦定好了这个旨意 那么上帝就按着这个旨意来实施 就像这世上的人 盖房子 他们先设好了设计好那个规划图 是吧 那个图纸 设计好图纸了以后呢 他们就会按部就班的 先打根基 然后再垒墙 一点一点的 是吧 往上建造 虽然建造一栋大楼 画个图纸是挺容易的 是吧 但是建造一栋大楼呢 不容易 需要一个一块砖 一片瓦 是吧 那一天一天 一点一点的这样的 但是呢 人们就会按照这个最终使他成就 就像这样 上帝也是这样的 计划好以后 他知道了耶稣要来 让耶稣来到事干什么 朝着这个目的 一步一步的实施 当这张上帝的计划 受到拦阻的时候 人不迎接上帝的计划 不迎接上帝旨意的时候 上帝毫不吝惜的除灭他们 那些迎接上帝旨意的人呢 上帝爱他们 并且给他们应许 也答应给他们赏赐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通过圣经 我们也这回读完旧约圣经 大部分基本上都读完了 那个旧约的历史 是吧 一直读到了历代至上下 那个地方 那个从头到尾 我们现在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 上帝让耶稣来的这个计划 是不是 到马太福音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成就了 就来了 虽然以色列在这个过程中 屡次的被掳 是吧 被责打 被上帝管教 但是上帝的旨意 有拦阻上帝旨意的王 也有迎接上帝旨意的王 在这个过程中 好像最后耶路撒冷圣殿 全都被毁了 但是上帝旨意成没成就啊 耶稣来没来啊 所以人是无法拦阻上帝旨意的 人无法拦阻上帝旨意 人拦阻上帝旨意 你只能是灭亡 上帝的旨意还照样成就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上帝是永远的 以前听人讲过一个笑话 就是这个有一列火车 在这个乡村的时候 一列火车呢 从这儿呜呜的就是 这个鸣着笛 再往前飞快的跑 这个村里面呢 有一只狗 就使劲的追这个火车 然后冲着火车 使劲嗷嗷的叫唤 是吧 但是呢 这个火车呢 跟它有什么关系啊 自顾自的就 一路的就朝前奔去了 人就好像这样 人在上帝的面前 旨意面前 再抗拒 再不顺从 上帝也会自顾自的 行使他自己的旨意 只不过人在上帝面前 就无关无分了 就脱落了 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的 上帝让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旨意 在2000年前 耶稣确实是来到世上了 这有历史记载 而且圣经上呢 特意的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原来啊 他们没有那个 就是上报户口 这个件事 但是就在那一年 特别奇怪的 他那个王总督 就说要招报天下 个人都报名上策 就上户口 那上户口的意思是啥呀 就是要把这名字 清清楚楚的 记录下来 记载下来 所以我们通过那个 可以看到 耶稣是实实在在在这世上 来过这世上的存在 并且呢 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位门徒们都在为这件事 做见证 所以耶稣要来的时候 要从死里复活 除灭魔鬼的作为 拯救人类 这件事 他是不是完成了 完成了 所以呢 他就去升天 坐在宝座上了 但是他在走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要领受圣灵 领受圣灵的人 要成为我的见证人 要体验 我在这上所体验的 神迹 骑士 能力 都要成就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人 你们要为我做见证 为我做见证 把灵魂带到 这个 我的里面 我的教会里面 我要让他们将来 你们一起的 进入天国 要让他们成为门徒 要让他们成为 做王的人 这是上帝 交给我们的 使命 临走的时候 这是告诉我们的 可以说 耶稣应许我们说 他还要再来 可以说圣经上 所有的应许 都成就了 只有这一个 应许好像还没成就 还没来 但是我们因着 前面的应许都成就了 预言都成就在 耶稣身上了 并且现在我们也 因着顺从上帝话语 领受圣灵 能够体验到 这爱在恩典里面的生活 有能力的生活 那么我们 就能够相信 耶稣一定会 再来 他一定会来 再接我们 我们的盼望是哪里 天国 刚才读到 启示录这里说到 我们要在天国 与上帝 怎么的 一同做王 上帝期待我们 要参加 头一次的复活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通过圣经 就看到 上帝的旨意 只要他定好了 一定会成就 因此我们要 在上帝面前 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一定要敬畏上帝 所以我们 常常来到 上帝面前 悔改 是吧 因为我们人 有太多的不足 是不是 我们听 有的话 有的上帝的话 我们没听懂 我们随便就去做了 有的人听懂了 认为自己听懂了 其实做的时候 还是没行使出来 还是没行动出来 说明这话语 还是没有进到 你的里边 还没有成为你的 是吧 因此呢 我们一发现 我们无论 做工中 我们无论 侍奉中 我们无论 跟人交往中 生活中 是不是发现 自己有很多的不足 上帝的话语有了 我们也想顺从 但是一做的时候呢 因着肉体又软弱 顺从不了 所以上帝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干嘛呀 常常来到上帝面前 悔改 人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这是耶稣的宣判 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耶稣基督的功劳 对我们来讲是什么 是悔改的机会 不要把耶稣基督功劳 当做平常 要悔改 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要悔改 旧约的时候 上帝给人的一个 定了一个日子 圣洁的日子 是安息日 安息日是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 他们过那一天 上帝在这个六天都创造完了 这个礼拜六这天 说上帝说是第七日 定为圣日 那我们今天说的礼拜日呢 是上帝所说的第一日 第一日不是第七日 大家别误解 这个旧约里面 上帝创造完天地以后 他定了那个日子 叫做这个安息日 安息了 休息了 让你让这个 这个以色列民说 你们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你们都要在我的面前 安息休息 你们要亲近我 与我连接 上帝那样设定 这个日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怕以色列人远离上帝 怕他们远离上帝 人是非常容易远离上帝存在 人是非常愿意自顾自 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的 这样的存在 所以上帝实在是了解人 所以呢 他就给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在这个日子 无论何功都不做 这个日子 单门来过来亲近我 亲近我 想什么呢 想 上帝是造物主 进安息日 对安息日的纪念 就等于承认上帝是 造物主 我是谁造的呀 上帝造的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 上帝是造物主的信仰 我是被造物的信仰 所以我理应该 屈膝谦卑在上帝面前 我理应该听上帝的话 这是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对 有这样的信仰 上帝让他们 每周六的时候 就来到上帝面前 来亲近上帝 今天上帝 给我们的是 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日子 是什么 第七日 我们也叫主的日子 为什么称作主的日子 就是主复活的日子 主降临的日子 主这个圣灵降临的日子 耶稣再来的时候 还是主在降临的日子 主日是这样的 所以让大家一定要 胜守主日 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说 不要远离上帝 不要觉得没关系 我远离不了上帝 我可信上帝了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远离上帝 浪子回家的那个比喻 就是指着这个说的 浪子 他跟他父亲 是父子的关系 今天我们信耶稣 跟上帝 是不是也是父子的关系 我们是父子的关系 但是父子的关系 然后儿子也会误解父亲 是不是 儿子也会不理解父亲 认为自己很行很能 就跑跑到这世上 去自己去努力 去靠着自己的力量活着 是不是 后来呢 他发现靠着自己的力量 活不了 必须得靠着 上帝来活 因此他又回转在 这个父的面前了 父也迎接他 就像这样 上帝喜欢人干嘛呀 回改 回转 上帝总说回来吧 对以色列人总说 被盗的儿女啊 回来吧 在我这里有关爱 我这里有依靠 是吧 你要来依靠我吧 是不是这样的 一直向他们呼召 但是他们回改了 有时候又回去了 回改了又回去了 就像这样 我们上帝 给我们设定的主日 你们要在主日干嘛呀 敬拜我 一定要在主日的时候 敬拜我 主日可以说 比安息日还大 还大的日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创造的主 我们当然得承认 是不是 但是如果创造了我们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那么我们是不是因为犯了罪 得罪他了 仅仅是创造主 和被造物上的关系不行 还要成为什么关系啊 父子关系 所以耶稣 借着耶稣的功劳 把我们救赎了 以后 耶稣的父 就是我们的父 我们跟耶稣 联合在一起 能够称上帝为父 父子关系 就是他上帝 不仅创造了我们 还怎么样呢 拯救我们 如果仅仅创造你 如果你失落了 灭亡了 他不管你了 那怎么办呢 对于我们自己家的孩子 如果一直把他养大 生下来他 就等于好像创造了他一样 生下他以后 他长大了以后呢 他悖逆了 他离开了 甚至他去进监狱了 这时候 你没有办法了吧 你是不是管不了了 所以我们只能给他生命 给他这个活着的 这个活 但是没有给他活的方法 没有让他能够从死 这个死中转回的方法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上帝想让我们什么 从死里边转回 是不是 靠着谁的功劳 耶稣基督的功劳 我们如果仅仅是救我们了 就说生你们了 但是呢 没法救我们 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是 碎人沉沦灭亡的存在 但是上帝为了救我们 怎么样啊 为了救我们 舍命 为我们死 舍命为我们死 这个是我们的信心 对不对 那你 你的儿子进监狱了 你去 你能不能说去 我去替他死 把他出 他活吧 让我死吧 我替他顶罪去 就是顶罪也没人让你顶 是不是 圣经说人都是什么罪啊 没法替人顶罪 是吧 只有耶稣是义的 能够代替我们不义的 所以上帝不仅是创造主 还是什么 拯救主 这就是我们在 主日要纪念上帝功劳的意义 为啥要纪念耶稣的功劳啊 安息日 承认上帝是创造主 主日呢 我们一定要承认上帝是 拯救主 如果只承认是创造主 不承认这个拯救主 对你还是毫无益处 创造了你以后 你因着犯罪什么 死亡了 将来你会下地狱 又有什么用啊 你生了一个儿子 最后 他进监狱了 死亡了 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好像这样的 大家一定要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尊重主日 主日是上帝的诫命 今天我们说了 信耶稣要听耶稣的诫命 我们不是在律法底下 我们是听耶稣的话 这话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今天信耶稣以后 不在律法底下的意思就是 我们随便自由 爱怎么做怎么做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说如果我们靠着律法的那个法 律法里面没有拯救 对不对 我们要在律法底下按着那个规条 你按着自己的好行为 能够觉得我能够上天堂 我能够成义 如果你带着这样的立场 你是得不了救的 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靠着耶稣的功劳 来到上帝面前里面 我们不要 顺从律法的人无法得救 不等于说你不要顺从律法了 大家懂得意思吗 但是你还要进到哪啊 还要进到耶稣基督里面 法利赛人他们是遵从律法的人 他们靠着律法 他们就称义 他们认为如果人家要上天国的话 我肯定比那些税吏先上天国 结果耶稣说什么 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天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来到我面前 他们来到了拯救主面前 你们只承认创造主 但你们不承认拯救主 你们不来到我的面前 怎么能得生命呢 所以耶稣说 我来到世上的时候 是让你们得生命 我来是要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是不是 耶稣这是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我们对这话要有确信 所以我们在这一天 主日这一天来干嘛呀 敬拜上帝 带着谦卑的心 这样的来敬拜上帝 因为上帝的话语不改变 上帝的话语永不改变 所以我们不要跟随着世界 不要跟随着世界的观念 我们要跟随谁呀 上帝的话语 有人说我信上帝 我信上帝 但是你不信上帝的话语 我信上帝的话语 你信上帝的话语 为什么不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顺从话语的才能进天国 有人来到耶稣面前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们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义能了吗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不与我联合 跟我的旨意无关的 我也无法进天国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上帝的旨意全在儿子身上 上帝以儿子的为喜乐 尊重上帝 儿子的就是尊重上帝 尊重耶稣明的 就是尊重上帝 上帝就会把给儿子 所有的一切 作为产业也给我们 这才是正常的信仰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上帝面前 谦卑悔改 反复的来到上帝面前 如同那个浪子回家一样 虽然我们做错了 只要我们知道错了 再转回就行 我们常常硬着景象 只要我们在上帝面前 屈膝悔改就行 是吧 所以说礼拜呢 是与上帝 建立关系的绝好机会 大家在这世上也是 如果跟一个人 发生了一个矛盾 有的时候我们又想跟他和好 又找不到那样的机会 哎呀怎么办呢 我就想什么时候是绝好的机会呢 是吧 是不是得让两下的心 都合在一起的时候 是最好的机会啊 礼拜是上帝 好像一个宴席一样 欢迎我们来 来到我这里 给我见面吧 你们听我的话语吧 认识我 顺从我话语的人 我就让你们得福 是不是建立关系啊 嗯 以前 以前啊 我因这一件事情 和别人发生过那样的矛盾 发生矛盾以后 后来我就觉得有点 不好 感觉不舒服 心里他 见了面 我就觉得不太跟他 就是不好意思 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呢 我觉得 那件事情吧 又是两个人都很僵 那又怎么办呢 如果很 过去说对不起 都是我错了 恐怕那个人 那个样子也会 在那个气头上 还是会顶撞 我们俩还是无法和好 然后我就为这事 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后来呢 就上帝就让我 遇到了一个好机会 有一次 其实就是咱们这儿的事 有一次我推车 到下房的时候 这个 那个人也推车 到下房 以前我们有过矛盾 然后呢 他也推车 到那个下房呢 我呢 就是 我就主动说了一句 我说你先走吧 这样的 找到了这个机会 我说你先走吧 他说你先走吧 他跟我说了这样的 我以为他一直很生气嘛 他说你先走吧 然后呢 我就从这个 我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我把这弄了以后呢 我就要 他也跟着出来了 他说 我锁门吧 你走吧 然后我说 谢谢啊 谢谢啊 赶快这样的 就是好像懂吗 就好像这样的感觉一样 就是两个人已经 时间很长了 跟上帝的关系 要通过什么 要通过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 找到合适的 我们背离上帝的时候 离开上帝的时候 心保证不是 想来聚会 保证不来 想来主日 你不想来主日的心 其实就是你 心已经远离上帝了 对上帝有误解了 你虽然自己可能硬着嘴 我就不是 我不是 其实已经是了 但是实际上呢 上帝说 不管你怎样 你来到礼拜之中吧 这是人跟上帝 之间建立关系 恢复关系的 绝好机会 因为上帝以礼拜为他的自尊心 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个礼拜 爱这个礼拜 在这个礼拜之中 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 要呆着这样的心 我们的礼拜 看似我们 好像 像世上的人 他们也有一些聚集啊 他们唱歌跳舞啊 赞美啊 也有这些 昏迫乱跳的挺高兴 一些娱乐活动 但是我们的礼拜 不是我们之间 自娱自乐的活动 我们的赞美 是属灵的 是献给上帝的 什么叫属灵的呀 是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 在赞美上帝 我们真的是蒙了上帝的恩典 所以在唱赞美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流泪 我们一边有人一边唱 一边哭 为什么 感谢感恩 上帝就是这样待我的 我真的很不好 但是上帝还是这样的待我 是不是 我们这样的跟上帝这样的互动 所以我们的赞美是属灵的 悔改是属灵的 都是真心的 是不是 礼拜呢 是属灵的 什么叫做属灵的呢 我们对孩子 我们都生孩子 是吧 养育孩子 孩子呢 从生下来时候 我们就给他吃 给他穿 给他喝 是不是 给他好多的这些物质上的 肉体上必须的 必须必备的东西 精心的呵护他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这个母亲不给孩子爱的话 将来他的长长大了以后 他的性格一定会扭曲的 人格不健全 是不是 我们就孩子 没说 想说一定要搁在自己手里头养 自己亲手 因为母亲的爱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 所以要搁在自己手里带领他 给他爱 给他关爱 那什么是爱呀 就是当孩子这个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来管理他 当他这个受委屈的时候 我们去安慰他 是吧 做错了认错的时候 我们去安慰他 然后呢 我们跟他心灵交通互动 常常的宣告说 妈妈是爱你的 你做什么事放心大胆做 妈妈在这里保护你 一直的给他这样的关爱 是不是 孩子呢 得到关爱的孩子 他的各方面都健全 学习也会好 各个方面都好 因为他心里面什么 有平安 他心里很有底 他知道我的后盾是谁啊 我的妈妈 所以激活你们家 可能很穷 没有啥钱 生活中都不如别人家 但是得到母亲关爱的孩子 他的生活 这个人格非常非常健全 人格健全 在这世上将来处理 什么人际关系的时候 也非常好 非常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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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这个人格非常成熟 好像这样一样 今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也是这样的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我们可能 上帝没有像世上的人给我 世上的人有人是富翁 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 我们信了耶稣好多年 我们也没成为富翁 我们也没成为一万富翁 百万富翁 是不是 我们可能 肉体生活中 还有些磕磕磕漫 我们生活中 还有很多的难题 就像这样 好像肉体中 上帝没有给我们太多 像吃上人那么丰富一样 但是他在 他一定给我们的什么 是爱 上帝给我们的爱 这爱能让我们的人格 非常的健全 有人信了主以后 发现他有变化了 什么变化了呢 他有自信了 他有胆量了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做处理事情的时候 胆小 巍巍缩缩 这个 在人面前 不敢说话 或者敢说话 有的人敢说话 就横 跟人打架 是吧 这都是人格不健全 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 那么信了主以后 为什么就变化了呢 因为人在上帝里面 得到了上帝极大的爱 得到爱的人 性格就 人格就健全了 那么今天我们在礼拜之中 我们说我们的礼拜是属灵的 我们要在上帝面前 得到上帝极大的爱 什么是极大的爱呢 什么是上帝的爱呢 上次说到了 上耶稣 上帝把耶稣赐给了我们 这是耶稣对我们 上帝最大的爱 那再具体化是什么呢 我们在礼拜之中 耶稣说 你们要拜我的时候 怎么拜啊 要有心灵和诚实拜我 心灵和诚实指的就是 真理和圣灵 你们要在礼拜之中 也就是我们在礼拜之中 要懂认识真理 真理就好像父母母亲 在规范孩子 孩子啊 不要这样做 不要那样做 是吧 这样子给孩子规范一样 真在真理的里面 能够得到自由和释放 接受真理 并且被圣灵感动 上帝希望我们在礼拜之中 得到真理 并且这真理要被圣灵感动 让你对这话语产生什么 感动 对吧 只仅仅有真理 我们常常说 耶稣为你死了 大家天天听 听着话 是耶稣为我死了 但是如果圣灵 在里面做工的时候 人就会在上帝面前有什么 极大的感动 耶稣真的为我死了 是吧 我能够体验的 就是里面会生发出 对上帝的感谢 所以礼拜 一定要成为这样的 人有着 对上帝的爱的接受 感动的接受 里面就会生发出什么 爱上帝的心 这个爱上的心 不是说你 你必须爱上帝啊 你不去爱 不爱上帝就不行 不是这样的 是你要先相信的 上帝对你的爱 你体验 你去顺从 你更多的蒙受上帝的爱 这时候你就会 自然反映说 我要爱上帝 我要现身 我要跟随上帝 是不是再是这样的心了 所以人就里面会出来 这样的反应 是吧 这样的反应 所以呢 这个礼拜之中 我们要知道 礼拜是属灵的 属灵的 就是得到上帝的关爱 得到真理 真理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你得到上帝的真理了吗 你认识上帝的真理吗 是吧 得到真理的蒙恩的人 一定会对上帝有回应 懂得上帝的爱 这爱是上帝通过什么给我们的 先通过话语给我们的 我们接受这话语体验的时候 一定能够体验到 上帝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的礼拜 要想能够这个 成为属灵的礼拜 我们老说成功的礼拜 我们一年的时间 讲了52次礼拜成功 大家能不能够做成功的礼拜了 大家知道什么是成功的礼拜吗 大家知道什么才能讨上帝喜欢吗 大家知道吗 以真理和圣灵的感动 这个得到真理和圣灵的感动 这就是礼拜 上帝最悦纳的礼拜 可以说也是礼拜的顶峰 上帝最喜欢的 是最能把荣耀归给上帝的 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 不是按自己的意思信 要按着什么呢 耶稣所说的真理来信 耶稣的话对耶稣这话语的顺从 是吧 并且感动 让我去顺从 这就得到了啥呀 这样的人就得到了上帝的爱 这话语在你里边 总也不被感动 知识只是作为知识 这话就是话 我还是我 该知道的 耶稣干嘛干嘛 我全知道 上帝的意图 呱呱呱呱 我全都能说出来 有什么用呢 你没体验到上帝的爱 你要接受着爱 让这爱话语成为了你的 大家懂什么是我的吗 这话语成为我的意思 就是 这话语的立场 思想 耶稣的这样 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要拥有跟上帝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立场 一样的计划 一样的理想 这个意思 所以你拥有这样的立场 这是谁来做工的 圣灵会在你里面 在一直在不断的感动你 你既蒙了恩 你要什么 回应上帝的爱 爱不是单方面的 父母对孩子的爱 也不是单方面的 父母一味的付诸 孩子要有回应 父母再爱 孩子再有回应 是不是像父跟儿子之间 他们之间的那样的爱 你爱我 我爱你 我不把你给我的当做理所当然的 那我还要多多的给你 我还要多多 这是父跟子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这个爱 所以要懂得 这个 这样的之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要 上帝期待我们在礼拜中 得到这样的爱 你听话语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得到上帝的爱呀 是吧 顺从话语 为什么呀 为了要体验上帝的爱呀 我们只知道上帝爱我 上帝爱我 上帝爱儿子 上帝爱耶稣 上帝爱信徒 上帝爱教会 这都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你体验到上帝爱你了吗 你体验到这一点了吗 所以我们要在上帝面前 悔改 什么是真正属灵的礼拜 圣经说 上帝看的 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外表 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内心 看从外表看 大家全都是信的人 不信的人谁来到这里呀 是吧 所以呢 各个都带着这个 敬钱的外貌 来到这里了 但是上帝要通过 上帝不知道你的心怎么样 上帝要试试你的内心 上帝要试验你的内心 亚伯拉罕 当时上帝说 你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是不是去了 对于他来讲 也是个挺艰难的事 但是他做了 做了还不够 上帝说 你爱我到底到什么程度呢 到底什么分量呢 我要看看你的心怎么样 所以上帝说 你把你的儿子 作为番祭献给我 这个亚伯拉罕献不献 二话不说 把这个儿子献给他了 这是啥 你听着东西的时候 你别讲着老远 如果是你的话怎么样 是你的话 你肯献吗 为什么他肯献呢 这就是他对上帝的信 也是对上帝的爱 信上帝 回应上帝 信什么叫 相信上帝 必能让他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 为什么 因为上帝应许了 上帝的儿子 要从他的后代出来 我的儿子怎么能死呢 但是救上帝的话 你说让我献 我就献了 这时候上帝 有极大的感动 上帝说 亚伯拉罕住手吧 我真的知道 你是爱我的了 上帝要的是 亚伯拉罕的儿子吗 上帝要的是 亚伯拉罕献儿子的心 这就是属灵 我们人是属灵的人 是吧 礼拜是属灵的礼拜 上帝在礼拜之中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我们的心 他要的是我们的心 但是要你的心 你是不是要有行动啊 其实人带着舍命的君 去爱上帝的话 上帝不要你的命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 所以说干嘛信耶稣 还要献身 还要舍命 我的天哪 信这可真是难哪 太困难了 你只看到前半部分 你没看到后半部分 是不是 做这个有什么 有应许 对于那应许的相信 仰望 你就必然会照着这个去做 也会得到那个 应许的结果 这不就是我们的信心吗 是不是 如果人没有这样一点一点 跟上帝的经历 你怎么会仰望耶稣再来呢 你怎么相信耶稣再来呀 你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也不关心耶稣的事 爱来不来啥时候来 啥时候算没 是不是走这样 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爱上天荡上天荡 像不上不了拉脑位 是吧 不要那样 我们对上帝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信 今天我们来到礼拜的时候 要真认真真审视自己 我在上帝面前 到底对上帝面前的 现身的分量是什么样呢 到底舍什么了呢 时间舍了吗 金钱舍了吗 这个才能舍了吗 是吧 让我年轻的时候 那个力量 有力量的时候 我们做好的 更好的做上帝的功 传福音 只是因为各样的事情 把我们都干扰了 这世上想尽办法来拉垮我们 是不是 这样的事 那样的事 那样的事 一致耽误了这些事情 你在上帝面前什么都没做 怎么去回应上帝的爱呢 所以上帝要的是什么 上帝要的是我们对他的爱心 我们在礼拜之中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礼拜 到达什么 礼拜的顶峰 让上帝一下子就发现你 像发现亚伯拉罕一样的 这个人 真的是了不起的人 一下子就发现你 怎么发现你呢 你要把你的灵魂献给上帝 这个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在最后的时候 他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这话的意思是啥呀 这话意思就是 我将我的命给你 上帝应许他 他会让他从死里复活 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 也是耶稣在世上三次的预言 我死 我会复活 我的命我自己舍去 我舍我还能取回来 这是他三次的预言 后来真正照这话成就了 这话是谁给他的呢 是父给他的 是不是 他对父的话的相信 这就叫做信心 他一直得抱着这个念头 如果他不抱着这个念头 他绝对不会去死去 让我死我就死 并且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行很多的神迹 他都让别人从死里复活 难道他保证不了自己吗 他说 我可以拆天上的十二营的天使 来到地上 是吧 可以帮助我 但是我不使用这个力量 为啥 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命令 上帝让我死 我就死 因为什么 我信上帝会让我从死里复活 这就是耶稣的心 所以他最后的时候 他说我要将我的灵魂 先给上帝 以前我看过一个那样的电影 好像有一个人 他说 为了救一个人 好像从监狱里吧 救一个人 的时候 他说怎么救呢 就是这个人只有死了 才能出去 就给抬出去 是不是 所以就给他吃一种药 吃一种药 就是让他能够 假死多少小时 24小时 然后呢 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人就吃了 后来呢 后来就活了 我想说的就是当时 你想想那个感觉 那个你 你有一个人让你吃这个东西 死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吃完了 就24小时还能醒过来呢 要是不醒过来 你不死了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人 对这个人有什么呀 极大的信任 所以耶稣说 我把我的灵魂交在父手里 你知道这啥意思吧 就是我对父有完全的信任 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信任 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 我们要把我们的灵魂交给耶稣的意思 就是我的人生 我的生命都交给你掌管 因为你不仅是创造我的主 你还是拯救我的主 所以我要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这样带着这样的信仰 来礼拜的人 带着这样的信心来礼拜的人 这是礼拜成功的人 我们的礼拜真的要成功 不是每一次就是来到这里 就随随便便 好像跟从为宗教仪式 反正大家都来 我也来了就听了 不是这样的 要让这真理 接着圣灵来在你里边 大大的感动你 感动你 回应上帝的爱 是吧 我们再来读这个真经 还读启示录 启示录 启示录20章4到5节 还来读这块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宝座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全秉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上帝知道被斩的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相 也没有在他 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作亡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 有奋的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 没有权柄 他们做 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亡一千年 我们的信仰是要追求什么 参加头一次的复活 参加头一次复活的人 能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 而且他能够与基督作亡一千年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奖赏 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也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你相不相信这一点 相信这一点的人 你要朝着这个什么去做 什么样的人能参加头一次复活呢 这里说到 他说 看见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上帝知道被斩者的灵魂 还有何那没有拜过授与授相的人 他们能够参加头一次的复活 什么是这个被斩者的灵魂 就是如同被斩者一样 豁出命来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这样的人能参加头一次复活 还有呢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必须没有拜过授跟授相 授是指什么呢 授是指文明 世上的文明 授相是指着乌鬼说的 所以人不要在 屈膝在文明面前 世上没有 人不承认有灵魂 所以人们文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我们以前学过那个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是吧 各样的文明 就是把物质文明 就是把这个自然界 也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 经过加工 再生产 再规划 然后让它越来越 这个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发达 社会是不是因着这样发展了 风衣足食了 是吧 也这个 好像这样一样 还有这个精神文明呢 人一旦这肉体中 都富足了 人们需要追求啥呀 精神文明 是吧 思想方面的 科技技能方面的 这个伦理道德方面的 都是为了啥 总之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能够活得更好 为什么活得更好啊 为了肉体更好 活得更好 跟灵魂就没有关系 跟灵魂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我们肉体中 被我们使用的 但是我们不要 屈膝在它面前 大家懂得啥叫屈膝吗 不要承认它为主 不要承认这些东西为主 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 我们人是自由的 我们要拜上帝 正像魔鬼 是他耶稣的时候 天下的荣华我都给你了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拜我 这就是让他屈膝在这些面前 屈膝在文明文化世界的这些面前 这一切的荣华都给你 耶稣说什么 砸单你退后 我只拜我的上帝 我单拜主我的神 你给我退后吧 我不拜你 是吧 这一切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不要屈膝在 虽然那些东西对我们有益处 有帮助 但是我们不要随从它 我们上帝给我们的 这个应许是 有衣有识就当知足 在什么上不知足呢 在属灵上不知足 在话语上不知足 在传福音传道上 这样的不知足 因为这样的话能让你带 你传一个福音 传十个福音 传百个 你说行了我已经够了 有没有够 不要 没有够 还有是吧 千个万个你要成为啥 福分的根源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因着他的信心 你看看他的属灵的子孙后代 我们是不是想成为海边的杀天上的星 所以一个人的信心 绝对着跟上帝 绝对顺从上帝话语的信仰 能够给人 好像一粒种子一样 能够接触很多很多的种子 也许在你生前看不着 但是在你以后也会接触很多的很多的果子 所以人要跟上帝面前带着什么样的心 带着这样的心 还有呢 不要跟巫鬼连接 我们人常常有巫鬼在人里面的时候 这个我们信仰里面告诉 你给你揭露巫鬼在你里面 你所有的败坏你的属灵生活 破坏你肉体 给你带来疾病的都是巫鬼 你不相信这个 你不去赶鬼 你跟人纠结 半天 这个就打得不可开交 是不是 跟人之间都是上了巫鬼的片 这样的人就是跟巫鬼连接的人 我们跟人指出 你那吃巫鬼 你要干什么 不赶鬼的人 就是跟巫鬼连接的人 跟巫鬼一伙的 我们今天不要跟巫鬼一伙 像这样的人 无法得到头一次的复活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立场 我们一定要谦卑 悔改 迫切的悔改 不要跟着世界的 世界连接 不要跟着什么 这个 这个兽和兽相 拜过兽和兽相的人 无法参加头一次复活 无法与耶稣做王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也告诉我们 你们要怎么样的跟随我呀 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上着世界的当 不要受着世界的骗 是吧 魔鬼用好多的化妆的东西 来诱骗你们 来欺骗你们 你们要转回 你若不转回的话 就会灭亡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宣判 是吧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十张 马可福音十张 二十九节 这是前面有一个青年财主 他问耶稣 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余生 然后他说 他以他的自己财产多 为自己依靠上帝的义 所以耶稣说了这话 二十三节吧 我们看 耶稣周围一看 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 何等的难呢 门徒就稀奇说 耶稣又 稀奇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 依靠钱财的人 进入上帝的国 是何等的难呀 骆驼装过针眼 比财主进入上帝的国 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稀奇 对他说 那么这样 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 在上帝却不然 因为上帝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 你看 我已经 我们已经 撇下所有 跟随你了 这是指这些门徒说的 这些门徒说 我们已经 撇下所有 一切跟随你了 但耶稣说啥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 和福音 撇下房屋 或者弟兄 姐妹 父母 儿女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 金氏 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并要再受逼迫 再来世 要得永生 这是上帝给的 什么 应许 做门徒 跟随耶稣的人 为耶稣舍掉的 耶稣给不给呢 有人说 耶稣只给我们天国的 地上给不给呢 也给 耶稣没给你那么多孩子 你舍弃了你家的孩子 上帝给了你什么呢 更多的属灵的儿女 让你的心因着这些 得到满足 是不是 好像你看似 好像挺穷 上帝让不让你穷着呢 你看似 正如保罗说的 我看着没有 但我却是样样都有 我活着很幸福 我很舒服 并且我很有盼望 上帝会再来接我们 这多好呢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世界 来缠累 不要被这世界的钱财呀 这个文明文化呀 不要缠累 今天我们是已经 与耶稣受敬礼的人 是同死同复活的人 你以前的生活 已经埋葬了 为什么埋葬了以后 又回头去找呢 像以色列人一样 那个 那个 像罗德妻子一样 什么 手扶着离 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上帝的国 进不去 不是不配 是进不了 跟上帝的国不相配 那么我们跟上帝的国 怎样才能相配呢 圣经说 上帝的国是努力 才能进入的 怎么努力呀 喝出命来的努力 所以我们知道 上帝对我们的爱 上帝的旨意 是吧 也体验到上帝的恩典了 我们要有灵感 要知道上帝是绝对的 上帝是永远的 上帝的旨意也是永远的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 谦卑在他的面前 今天是我们的 年终的最后一个礼拜日 这一个 一个一年的时间 我们讲到了礼拜成功 我期待大家都能获得 礼拜成功的信仰生活 在礼拜之中要成功 以后的六天生活中还要成功 要牢牢记住这话 去体验这话 是吧 去祈愿的话 蒙受上帝的恩典 愿上帝赐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要把我的灵魂献给上帝 我们一起说 我的灵魂呢 你要献给上帝 我的灵魂呢 你要献给上帝 我的灵魂呢 你要献给上帝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知道你的旨意 是何等的畅通无阻 仍是无法拦阻你的旨意的 主啊 你对我们的慈爱 你不仅是创造主 你还是拯救主 你给了我们无尽的恩典 但是我们却在你面前 常常的小心 主啊 我们如今愿意 谦卑悔改在你的面前 愿意的福分 大大的充满我们 主啊 我们也深知 我们若不靠着耶稣的宝血 无法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这样悔改的机会 我们从此以后 愿意转向你 当我们这样朝你的方向 努力的时候 愿意接受你话语的时候 你拆排更多的天使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力上加力 让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更加的有能力 多多的体验 更加给你的慈爱和福分 让你所说有的话语 让我们所相信的这话语 都成就在每一个 弟兄姊妹身上 阿们 谢谢赞美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